齐新甘肃去内蒙古 大家好,我是阿七 昨天晚上来到了顶兴镇 在这边找到了一个停车场 然后在这边晚上睡了一觉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钟 东西已经收好了 早上的话也是来了两个本地的大叔 在这里给这些花花草草浇水 现在的话我准备去镇子上面吃个午饭 昨天买了一箭水二三十斤 今天起起来就感觉有点特别费劲了 问题不大,慢慢起 阳光明媚,天高云淡,风平浪静 今天非常适合出行 上午类似于港籍,这个汤位都摆得蛮多的 这么早的 这边摆汤好像就摆半天 现在人还有很多 去找个地方吃个午饭 先把垃圾扔掉 没有找到吃饭的地啊 然后去那个超市买个面包当午餐吧 不知道到底几块钱 大概十块钱吧 买这个椰荣味的 路上再吃吧 先吃饭 出镇子进入国大 沿途还是一些农田 这条就是国大 在这里有一棵树,有点阴凉 准备在这里吃个早中饭吧 太饿了,没有力气骑 旁边是灌溉的水池 今天白天的话就靠啃这个面包了 水快少了 喉咙里面好难受 一袋面包有六个鸡蛋 先拿两块啃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面包太甜了 反正吃起来好腻啊 吃了两个我就不想吃了 先留着吧 饿了的话就想吃了 温度还是挺高的 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天上跟下雪一样 飘的都是柳絮啊 这条路感觉白天没什么车 就下午和晚上还有一些 挖大风了 今年 看一下这个树 这个麦田被风吹的就像大海一样 一波一波一波的 今天就走的特别慢了 第一行李呆重 第二现在又刮风了 比昨天走的还要慢 准备在这里把我的瓜吃掉吧 昨天买的 十块钱好像 十一块钱呢 我确实的话也是不知道多久都没有吃水果了 就之前吃过香蕉啊 这个瓜的话可能一年都没吃过了 分开 蛮小的 这瓜还是非常好吃 很甜 而且这个果肉非常的软 就跟哈密瓜的话就比较硬一点 这个非常软 就感觉入口几花一样 到一个十字路口了 不知道过了这个路口 会不会大货车多一点 这里有个服务区啊 去吃个面吧 干午饭了 哇这里货车挺多的 中午就吃一份炒面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吃了一碗面条 现在下午的三点半 然后挺热的 但是也得继续出发 吃饱饭 我感觉应该有力气登车了 哎呀 这里货车好多呀 可能车子都是从刚刚那条 国道上面转到这条小路上面 啊这里风好大呀 碰到两个警察叔叔啊 还给我拿了两瓶水啊 非常感谢 进入到这个戈壁他已经有一段路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这边很多航天东西 很多都是不能拍照 所以我都没有拍呀 风大呀 然后有这种大火车的话 我就只能退到这边 茫茫的戈壁汤 晚上的六点半了 太阳快下山了都 像这个大火车一会车啊 我就必须得下来 不然的话就很危险啊 不是说很危险根本就走不了 如果说只有一面大火车还没关系 现在没有车 还能再骑一个多小时 一路逆风 今天骑了一天才骑了40来个位 主要一天让车都得让不知道多少次 我车子太重了 一骑到这个石子路上面 就陷上去了 根本骑不了 哎呀一个大车队 对面来一辆车就根本走不了的 只能在这里等着 没有车才能走到这个柏油路上面 太阳快落山了 我正在找露营店了 车子停在了那根电线杆那里 在这里看到一个信号塔 刚好那里有一座小商坡 准备去那里看看能不能搭个帐篷 今天晚上 然后这后面的话是一个文物遗址 巨岩遗址 现在上后面去看看能不能避风 这个就是遗址了 这边的话稍微能打念方 看一看 刚好这里是有一块坡 思考一下吧 看看要不要再往前面走一点 或者就在这里 搭帐篷吧 茫茫戈壁滩 看一下旁边这个路 本子直接就陷下去了 现在还有一点光 我这没继续往前骑吧 感觉晚上现在车子也少一点了 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小房子 看到没有 去看看是什么 这个小房子要是可以搭帐篷 那就方便了 不然晚上戈壁上面风太大了 这个房子是以前的一个配电视吧 或者说什么水景房之类的 然后看一下这间房子 非常安全 就在这里搭帐篷吧 晚上把这个板板门刻一 一栏特别安全了 车子推进来了 外面风特别的 里面就 还有一点点西洋能看到 这应该不是我 不是第一个来住的 这里还有一些字 看一下 这里 生活不是一首诗 建了一根台 就没什么需要的了 直接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 把它竖起来尝试了一下不行 这样就横着放吧 今天是不用担心水的 一二十斤水在这里 随便用 帐篷是靠这边的房子 房间不是很大 把这个门尝试了一下 现在能够梳起来了 这样里面一点风都没有 这不开灯好像已经看不见了 帐篷搭好了 这个房间还是比较小 这已经靠墙了 这不开灯好像已经看不见了 帐篷也已经靠墙了 网上做饭只能在这个地方做了 哎呀 这是今天剪的餐 弄了这么多餐呀 哎呀 做饭的东西都拿出来 一喝两个洋葱 铲火炉 烤羊锅 先把这个拿下来 昨天买了一斤水 水是挺多的 但是菜没有买太多 所以的话菜还得解决一点吃 接下来应该是买不到菜了 今天晚上就吃两个洋葱吧 两个小洋葱 炒一根火腿炒 还是之前剩的 还得先把菜切出来 今天炒一个洋葱酱吧 这次没买到鸡蛋啊 这次没买到鸡蛋啊 也不能说买不到吧 就是说他没有那种十个砖的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盒子的话 我待不了啊 他容易碎 把这根火腿炒进去 哎呀 这个洋葱好辣眼睛啊 今天下午去吃了一碗面前了 所以还可以 今天晚上可以吃的差一些 菜其实还有一点 一碗面前了 大家炒一个洋葱酱 先煮米放的 米还是很多的 煮食好几天 还是简简单单的 一碗大米 先弄一些这种很小的碎材进去 放一张纸底下 嗯 这能就我弄约了 人才呀 燃起来的,我怎么还灭了呢 是吧,我都不好说了 上去了,我不用太大 有点厉害,放一放一面 还有7秒钟 我都看见了 可以了,把它放一边 锅拿上来洗一下 可以加油咯 简单清炒 可以了 就知道它要掉 先把羊汤炒熟 放一碗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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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 一炒就熟 真的都能吃 来点凉拌汁 放入味 很香 尝一下 让大家近距离看一下我今天炒的这个洋葱酱 开饭了,朋友们 这个米饭是前天买的新米 看一下怎么样 热气 好像水饭多了 没关系 就是有点 烂一点 洗汤挺好的 哎呦 不好弄 拿个勺子 都是干烧的 有点烫 米饭适合再焖个一分钟 今天这个菜炒的有点快 今天运气也蛮好的 本来是想在那个信号塔那里 看了一下还是有风 然后我就稍微往前面走了一百米 就看到这边 刚好有一个飞气房 因为刚好有一个上坡 现在底下还看不到 晚上在这边 外面再大的风影影响不到我 这个鼻子这里好像 被虫子碰了一下 有点肿啊 它红了 看它没 眼睛是一直有点红 因为今天风大嘛 然后沙子老是吹进眼睛里面 老是揉眼睛进去 很不舒服 然后现在也好红一个 哎呀 刚刚出去上了个厕所 这个门 还是给它 门给它关盐式了 一般的问题是不会到的 外面还是有风啊 然后这些就放这里吧 明天还要做早餐吃 现在进帐篷了 哎呀 可是有那么几个人 这边天气也蛮热的 昨天晚上睡那个睡袋就不行了 好热一点 然后今天就睡这个小睡袋吧 一层 一个 睡在内的 前面几天都没休息好啊 今天早上都被吵醒了 今天在这个飞气房里面 明天早上应该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了 好好休息一晚 今天走了整整50公里 不好走这边路 风大 然后车的话其实还好 但是就是 一旦有车啊 错车的话就必须停下来 所以说也很耽误时间 户外的素材没有拍很多 因为 要不就是那种大的戈壁擦 因为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拍不了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又拍不了 然后晚上的话找到这个飞气房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